我拿了 我拿了 我传一个 再拿一个 扣一个 好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平行时间2月22日2024年 南篮亚洲被预取比赛 刚刚结束了一场较亮 只有中国南篮对阵蒙古南篮的比赛 此前双方有过8次交手 中国南篮取得了八胜名副的全胜斩战 本次中国南篮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最终中国南篮以80比49 环胜对手31分 本次中国队首发分别派出了 胡明轩 赵继维 杜洛万 屈永熙 胡金秋 比以下个走胡金秋南下 惨召对方三名球员报价 造成对手广贵 胡金秋两滑一中 帮助中国队先得一分 结果随之蒙古南篮爆发了 蒙古南篮连得8分 以8比1实现了命中 这也将中国南篮给打停了 暂停回来 杜洛万左翼三分命中 打破了得分化 中国南篮马上回进了一波7比0的冲击波 将比分追至8比8占平了 当第一节还剩下2分54秒的时候 造计委被徐杰换下 结果徐杰一上来 就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只见徐杰强断后 马上发起反击 助攻阿牧拍下 只见阿牧完成了爆扣 帮助中国队形成了预撞 从1比8落后到16比8 中国队打了蒙古南篮一个15比0的小高超 直接打完对手 当双方战成16比10的时候 只见杨汉生助攻朱俊龙外线三分命中 帮助中国队继续扩大战果 局末杨汉生完成抢断后 在面对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照样击飞爆扣 中国队以18比12结束了第一阶 第二阶当双方战成32比21的时候 只见胡金秋强板后 篮下强刺打成了2加1 当时间还剩下43秒的时候 屈永熙反而上丢落 不过胡金秋飞升抢到前展板勾手再生领中 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第二阶结束 中国队以39比29暂时领先10分 半场数据画面 胡金秋得到13分6个南半 杨汉生4分阿牧6分 一边战战 几乎中国队更是3分了 第三阶 中国队当节打了对手一个20比7 这也一下子将双方的分叉给拉开了 第四阶 杨汉生暂时抵抗闪阵 当双方断成61比36的时候 只见杨汉生上一个风 杨汉生打成了2加1 这也瞬间点燃了现场观众们的激情 接下来中国队打得更加游乐有余 最终中国队以80比49 狂胜对手31分 全场数据画面 胡金秋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9个南半 单之无愧也是全场最高 而杨汉生得到13分3板4珠 另外胡明鲜和赵纪伟 两位全明星全部都没有得分入账 这确实也令人意外 北京时间2月25日 中国队将迎战了日本队 也期待中国狼狼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着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会